歡迎收看時代足球總會七人草地聯賽 龍之家一對大水牛的賽後精華 先開球是穿著白衣的大水牛 龍之家就穿著淺綠色衣 龍之家的攻勢 在中路推進 分到右邊的K角位置 再射過去力水差一點 被龍門擋到 繼續都是龍之家的攻勢 一個直線放上去 看著禁區裡面的隊友 一傳過去很精準的 不過可能射得就差一點 然後這邊龍之家的傳送被大水牛截到 這裡來的推左走又突破了 K的位置再射過去 勁射破網 大水牛打開紀錄 領先1比0 很精彩的突破 一個推左走又來自譚寶倫 之後那個軟射射得很有勁度 大水牛領先1比0 之後龍之家很快就作出回應 在這裡一個角球 看兩體 見到近處 風漏了一個球位 直接射過去 龍之家追成平手 入球的就是歐健少 很冷靜 看得定 見到有空位 大膽起腳就有效果了 之後這邊龍之家的控球 你腳遠射 很快 反超前去到2比1 看多次這球入球 入球就是葛宇晴 一控一射 其實都沒有看過籠 立定 就直接射過去了 誰知射得這麼漂亮 之後這邊 之後這邊 水龍之家截倒 又打就反擊了 分去右路那邊 一路亡中間 地球刮回來 3比1 現在說的是 還是上半場的 入球也是他一個預程 這球呢 他自己 傳給隊友 立即走位入禁區裡面 幫龍之家 贏到3比1 走啊 走啊 之後這邊的大手後攻勢 中間快推 對手過來封他位 選擇自己來 效果都不錯 本身以為他會直接 分去右邊 誰知廖明芮這麼醒目 自己蓋到他左邊 左腳射進 大手後追回一球 追到較接近紀錄 2比3 之後這邊截到對手的球 分到中間有些空位了 今場兩隊球的把握度都很高 一些很明顯的機會都很大機會可以把握到 入球的又是歐建兆 這裡空了就沒問題了 龍之雞贏到4比2 之後這邊看兩看分過右邊 中間龍門破到第一下 這裡有點誤會 龍之雞贏到5比2 入球的就是林俊勇 其實龍門擋到的 隊友打算解圍 結果龍門破不及 他又沒有解圍被林俊勇撿到的機會 比數來到5比2 所以我繼續看見龍之家的攻勢 做個撞場去禁區側 照射過去 這次龍門很果斷 中間球撐出橫天界外 大雙號教的球 扔進來 找到隊友的 離腳遠射 射得挺漂亮的 龍門打到第一下 第二下回申不夠快了 大雙號追回一球 五比三 現在比賽 入球的就是李軍樂 這腳遠射來射得相當精彩 龍門環身一破 都破得漂亮 可惜 比較快有反應的是李軍樂 立即衝來把球送入籠 這邊 困困困困 下了白衣 腳下回申區頂 再射過去 這次被門將擋到 好 現在還是上半場 看比數呢 以為是全場比數 已經來到五比三了 看這腳遠射怎樣 原來上半場是入到五比四 入球的就是譚姆倫 這裏 踩拳幾腳 回到後 給譚姆倫 離腳勁射 那球向上飄 這球很難救 上半場雙方打得相當精彩 龍之家暫時就五比四領先大水牛 那下半場他們開球 現在看到控球拳落在大水牛腳下 這裏怎樣做 做個撞場再射過去 側高了 再來再來再來 再槍 這邊龍之家攻勢 這個直線傳到上去 會不會做個撞場 決定自己來 6比4 再槍 入球的就是葛宇晴 這裏 他有傳給他以為立即做個撞場 誰知見到有空位 自己起腳 龍門想著拿腳去擋 就差一點 之後這裏 左邊 全腳右邊 一路看著 沒有人過來迫自己起腳 試一下他 不過這球就不中籠 這邊的球 誰搶到 6-3搶到先 全部直線上去面對龍門 龍門出來出敗 空了幾多角度 結果這球就射不中目標 之後繼續龍之家的攻勢 這裏過了一個 看中間的 傳到中間 有些空位就沒有問題 7比4 剛才那球不中籠 這球就搞定了 入球的就是吳衛藍 這個突破也好 傳到給吳衛藍 方圓兩米都沒有人 他看定射 龍之家射到7比4 這邊大斬轉邊 拿到下來的 插兩下巴 人重重再突破過去 困一下困一下 落到隊友腳下 可惜這條柱邊出街 之後這邊比賽沒斷的時間 看龍之家怎麼組織攻勢 全部禁區頂 環環一射 散中人 球證都吹完場了 最後龍之家贏7比4